搜救犬威爾森在沙卡蕩挖掘現場來回搜索 趁當即將收對時突然他對氣味有反應 現場人員一開挖國鎮發現一次油家的第五驅遺體 來來來來 怪獸小心翼翼將遺體從石堆中運出來 石澳特舊人員持續前進沙卡蕩步道0.5公里處 在大型機械協助下將被巨石堆壓住油心一家五口拉出來 他就在第一驅的旁邊一點點而已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用拖車吊帶 把那個石頭把它移開 那那時候移開的時候就有發現有一些昆蟲 跟一些就是屍臭味的部分 然後那時候利用怪手去做旁邊的挖掘 然後就成功發現有三四驅都在一起 上午十一點多地區遺體被移出 接近下午三點第二驅也已經打包完畢 當時特舊人員發現下方三到五公尺有苍蝇和蛆 進行開花後下午三點半順利找到第三驅和第四驅遺體 意思就是媽媽跟小孩 當時兩人交疊在山崩瞬間 媽媽本能護住孩子緊緊抱在一起 第五驅則在下午五點半左右被發現 就在三四驅遺體旁邊 目前五驅遺體都已經送往殯儀館 得在後續香驗身份 目前花蓮強症還有三人失聯 今天十一號警衣銷出動十五人一犬 加上怪手 持續在日區開挖搜索新加坡夫妻 零組十三人加三怪手搜索礦場失聯的男子 三天新聞女怨黃聖傑歡迎暢播到